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两条突发新闻 首先是来自彭博的一条消息 内容是关于彭斯即将进行的演讲的内容泄露 彭斯关于中国即将举行大型演讲 并于今天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举办的活动中举行 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这样一个时刻 彭斯在演讲中寻求正确的平衡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计划下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签署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 而疲软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在削弱美国在谈判中的杠杆作用 而与此同时呢国会山也在不断施加压力 要求总统保持强硬 这一点凸显在白宫本月采取行动制裁 被指控于监视和监禁新疆西北地区 超过一百万穆斯林维吾尔族人有关的中国实体这样一个举动 根据看到了彭斯周四讲话内容的人士说 预计副总统将专注于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 此时呢正值新疆问题凸显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挑战北京统治之际 而彭斯的讲话口气可能很刺耳 但是人们表示他可能会结束在呼吁双方和平共处上 他们补充说白宫官员数周以来一直在辩论 彭斯的言论应该有多强硬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囚德布兰切特表示 几乎可以肯定北京认为这将进一步表明 所谓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案不足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 而根据华盛顿内部人士称 这样一个演讲已经预期数月 彭斯原本是应该在六月四日演讲 这一天标志着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三十周年纪念日 而川普决定推迟演讲目的是希望与习近平在大阪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进行正常的会晤 而彭斯的改期演讲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时间安排 双方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定于本周五举行电话会议 讨论在锁定协议第一阶段方面取得的进展 所以从这样一个信息看 有几条关键的内容 我为大家总结 首先就是彭斯演讲的内容将继续关注人权和宗教自由 第二就是彭斯演讲的口气将在强硬与比较温和友好 或者是比较克制之间寻找平衡 而第三就是这次演讲其实已经多次改期 而本次时机仍然比较微妙 因为就在演讲后的第二天就是中美双方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 好了这就是这条新闻 我们就为大家首先分享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为您补充有关于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的一条人事方面的信息 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报道过 根据北京时间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内容 确定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于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了所谓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也就是到中共成立一百年 要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成效 并且到二零三五年要完成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二零四九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同时呢有关人事议题也是会有一些的问题 目前的预计是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动 但是会有中央候补委员递补的情形 截止目前十九届中央委员中澳门中联办的原主任郑晓松于二零一八年十月意外宣亡 而中国证监会的原主席刘士宇在二零一五年五月投案 所以相应的名额会填补 那么目前中央候补委员得票第一的是央企 中国城通控股集团的总经理马正武 而得票第二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电磁弹射技术之父马为名 预计他们二人将躋身中央委员 好了这就是这一时论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比较简短 但是因为两条信息呢都比较的突然也有时销性 所以我们一并为大家分享 希望你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Piam Toti è docente di economia e difensore dei diritti della minoranza uigura in Cina si è impegnato molto per migliorare la comprensione fra gli uiguri e gli han in Cina ed è stato imprigionato a vita il Parlamento europeo oltre ad esprimere tutto il suo sostegno per il suo lavoro chiede che venga immediatamente rilasciato dalle autorità cinesi espresso conduce anna espresso saina abond sain inizo 009 sain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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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实现共同的 在 平等和相互增入的 技术上 对吧 把握 机遇 聚焦 共同力 分析 来进入可以关系 健康 所以 这些事情 会有所谓的 我们很希望 我们能够立在 第一个 联系的 和金融与 在最后的 我们是非常希望 我们能够立起 一个第一个 关系的 经济协议 which will establish some positive momentum in U.S.-China relations at a time when they can really use the positive momentum. As you well know, among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re dealing with, trade is perhaps easiest to solve because increased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ncreased benefits of citizens in both of our countries b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m and increasing growth. A year ago, a year ago I warned about my concern that we faced the prospect of the economic firing curtain because there was pressure to decouple in four areas. in investment, in trade, in technology, and in terms of people. ...of signing those relationships in sound and steady now, and that is the interest of each other to seize our families, focus on our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plan to replace Hong Kong's executive. 这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中央政府将坚定支持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尽快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今年7月中方在会议召开前三个月 就向美方提交了 参加今年国际宇航联大会的 初步人员名单 中国国家航天局代表团 于10月12日 到美国驻华使馆面签 但直到会议 开始那一天 仍然中方的代表团团长仍然没有拿到签证 这才导致了中方代表团 无法参加今年宇航联大会的开幕式 局长论坛等重要的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对于中方的学者 学生 企业界人士和科技人员等赴美 频频采取拒签 拖延签证申请 吊销赴美长期签证 盘查骚扰等措施 阻挠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 与人员往来 损害了中方人员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美方把签证问题武器化 一再藐视国际责任和义务 阻碍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国际社会各方的正当合法的权益造成了损害 我们敦促美方认真的反省 切实的改正 朝韩是同一民族 北南的关系呢 是影响朝鲜半岛形势与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的因素 那么作为禁令中方的一贯支持 朝韩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 改善相互的关系 推进和解与合作 我想这是符合半岛北南双方和地区人民的共同的利益的 中方希望俄土协议有利于进一步缓和地区局势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切实的尊重和维护叙利亚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创造有利于施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向前发展的条件 并且呢团结意志 坚决的打击恐怖主义